泛黄片终究翩翩轻 一当时假如奇迹 感念过去暮暮我们曾经 自追遮盼何风能再起 导师好 大家好 我是Alice 进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后 第一个忏悔的对象就是老公 我们之前关系不太好 然而其实当初也是恋爱结婚的 我记得结婚前朋友问我是怎么认识男朋友的 我很甜蜜的说是一见钟情哦 结婚后又有人问我 你是怎么认识老公的 我就很哀怨的回他说 啊不就夜报线前 很感叹 从家偶变怨偶 从一见钟情到夜报线前 过程不过短短几年 后来我去做了前世今生催眠 在那当中我知道了与老公的恩怨情仇 有他赴我也有我赴他 而没有过关的课题 果真今世重演 非得要你过关才行 然而当时没有智慧 知道了过去式的恩怨 只是每况愈下 因为一吵架我就想起那曾经的怨仇 于是我骂得更大声 想说这样对他刚好扯平 后来因缘机会知道自己与老公多事的因果 那恩怨情仇一言难尽 然而想想红尘多烦忧难免错 我不原谅他 那么我又凭什么希望负能量原谅我呢 供修课导师说要向道真理念念不忘 不要对怨仇念念不忘 心中过不去的是因为天地的爱 放下吧一笔勾销吧 在超级生活密码第114页提到 有些人求助无门时会想利用催眠 以探前世今生的因因果果 但催眠不是万能的 若你的心态很乱很弱 没有一颗理性的心 最好不要去催眠 因为一旦进入催眠状态 前世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好与坏全部都会加注在你身上 当你无力处理时 可能会被逼疯 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催眠必须要视人而定 有自主能力时催眠出来的劲 能够让你在当下解决问题 但如果没有解决 你带着这些画面 很可能会过得比之前更难过 当人为的力量无法解决时 求人不行就祈求天地的祝福吧 不必浪费时间 因为诸多案例显示 运用心法比较好解决问题 确实 Alice曾经运用导师书中教的玫瑰心法 以及超级生活密码第141页的 化解夫妻情债的心法 有效哦 那一次的前世今生催眠中 除了与老公的因果故事 我还意外地知道 工作单位某位对我照顾有加的长官 竟是我那一世的父亲 而那一世我不到40岁 就因病离世了 他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记得有一次我上班到一半 急性肠胃炎 送到附近医院住院了两天 他上班前中午休息 下班后都来看我 还不时问同事我的情况 那焦急担忧之情 异于言表 同事说 他真的好关心 好担心你耶 现在懂了 也许灵魂记忆体重 那一世 他对我的担忧与哀伤 始终还在吧 而最近连续两天梦到他 于是我在心法中 向他忏悔 没照顾好身体 让他担忧了 也请他放下那曾经的不圆满记忆 我买了音乐会票 将功德回向给他 愿得圆满那一世的父子缘 天原军选文章中 有一篇吉隆坡 佩莲的心得分享 念给你听 1月8号 始终始练课程开始前 播放的三首歌曲 越听越感动 尤其是第一首 点亮降向 听到这首歌时 也到窗外 对着太阳公公 讲几句话 随后就继续听歌 唱歌 三首歌曲后 就看到导师出现在荧幕上 心里很是感恩导师 导师开始授课时 时尔会因为导师的幽默 而哈哈笑 时尔也会因为导师说的某些话语 而触动内心深处 感动而堕泪 从课程开始到结束 都觉得感动满满的 当中也给自己做了设定 要幸福永远 不可让自己一下子幸福 一下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因此要在分秒间 确保自己有一颗赤子之心 才能有具足的正量正气 来拥抱幸福 对导师将心 微笑拥抱 结合在一起讲解时 印象很是深刻 心不开 脸上除了没有笑容 就连双手也是紧紧抱在胸前的 这种状态 怎么能拥抱幸福呢 这只会把幸福逼走啊 既然心会影响到 个人的幸福指数 那就要好好的守护它 时时都要清除掉心理的杂质 好让自己能够打从心理笑出来 就如同在脸上刮上一颗元宝 人人见了都会心生欢喜哦 听着导师在课程中所教的妙招 觉得实际又好用 导师所讲的这些招数 都可以为自己 逐渐迎向幸福的国度 就看自己愿不愿意 运用到生活里面而已 我们要珍惜及善用 导师所教授的法宝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 更快更有效地 拥抱幸福的人生 说真的 人人都想要拥抱幸福 但如果自身的逻辑观念不对 就容易和幸福擦肩而过 所以一整天下来 导师都把许多拥抱幸福的 基本观念贯注于我们 但愿我们渺渺都在享受幸福 而不是在苦苦追寻幸福 感恩上了那么宝贵的一堂课 期待拥抱幸福十三招一书 可以捧在手里 感受幸福二字的温度 昨天 艾利斯丁的拥抱幸福十三招书 收到了 双手握着书 看着封面 轻轻抚摸着浮屠的字体与图样 有一种幸福到手的喜悦 这首歌 片片情 学会懂得听 当下音 顺逆总是经 秘品味总由心 预定甜心 细品扶贫 摇记烹调甜听 莫然挥手 片片情 幸福的滋味总是甜滋滋 导师已经指引我们幸福之路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必须自己下定决心 一步一步落实往前走 直到拥有幸福的人生 这是艾利斯超马奇缘第六集播出 感谢您的聆听 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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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明是在深 lem 当下意 顺利曾诗经 谜评为总有心 诗并天心 诗评复评 摇旗奔条天庭 默然回味 变变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